中央地方的口水大戰 事上也延伸到新北市 旭長侯友宜也喊話了 平常是情緒還算平穩 但今天真的激動起來 炮火對準中央 不只對教育部九宮閣新政策 下令參考用 更對部長陳世忠 跟閣回蘇貞他喊話 你乾脆常常到第一線 來了解實際的問題吧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一萬六千九百零六人 疫情延燒不斷 新北市但是確診 持續破萬例 雖然相關政策滾動是調整 但最大問題還是 醫療量能嚴重不足 新北市的全國的醫療量能 是全國到時候 只要贏一個金門而已 第一名是自己家 第二名是台北家 新北市人口全國最多 更難防疫情進入校園 但面對教育部的停課心智 侯友宜有不同看法 教育部所公布的九宮閣 參考用 我已經很清楚下面的 參考用 最重要要看你實際 在班上的整個狀況 中央地方不同調 開放校園彈性停課 保護學生健康才是重點 疫情嚴峻亂象刺起 侯友宜呼籲行政院長蘇貞昌 不如時常到第一線 看現況解決民怨 而衛福部長陳時中 則是要到新莊台北醫院 可以但至少先通知一聲 那部長 如果下次要來看 也可以通知我 我還可以帶他去看 還有中央很多 沒有解決的問題 這才是來解決問題的方式 中央政策太慢 民怨不斷 侯友宜天天呼籲 卻得不到回應 更是無奈 侯友宜炮火猛烈 甚至記者會圖卡 直接炮打中央 要應變更快 因地正義 才能更快速 實際的解決問題 記者中央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